瓦國書二章十四節開始 一起讀一下 我的弟兄們 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 他沒有行為有什麼益處呢? 這信心能夠貪污 若是弟兄或是姊妹 赤身露體有缺料日用的飲食 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 平平安安的去白 願你們穿得暖吃得飽 卻不給他們身無體所需用的 這有什麼益處呢? 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 必有人說 你有信心 我有行為 你將你沒有行為的信心指給我看 我便藉著我的行為 將我的信心指給你看 你信神只有一位 你信的不錯 鬼魔也信 卻是展經 虛佛的人啊 你願意知道 我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胖 好 我們停了這裡 前面那段比較明顯的 我想你解解十八節用口語化講出來 來… 來… 由你那裡開始好嗎 好嗎 好 口語化即是說 用普通說話 將他的意思演繹出來 讓人能夠明白 有些人說 你有信心 我就有行為 你把你沒有行為的信心給我看看 我就用我的行為和把我的信心指給你看 這句說話有甚麼含意呢? 這句說話指出某些人有甚麼問題呢? 驕傲 覺得自己已經好好了 覺得自己比人更好 還有指出甚麼問題呢? 這句說話最主要是沒有甚麼呢? 沒有信心 沒有行為 沒有行為 其實這是一個錯誤的教導 有些人信了這個錯誤的教導 這個錯誤的教導是甚麼呢? 這個錯誤的教導是甚麼呢? 我深信就行了 是的 不需要有表現 不需要有行為 他就說 好 你讓我看看你是否真的信耶穌 然後我用我的行為 讓你看到我真的信耶穌而有這個改變 如果你這樣看的時候 信心和行為的關係是甚麼呢? 其實這就是一個思考 將這件事組織 讓我們心裡的意念清晰 其實神學是很多時候做甚麼呢? 就是將聖經裡不同的意念組織 有系統性表達出來給人聽 讓人聽到之後明白 先講完信心和行為 你將這句說話所說的意思 組織一下 將它表達出來 可不可以試一下 譬如有些人說 不需要回教會 你信就可以了 我信不信就可以了 我做甚麼都好都不要緊 或者我不做甚麼都好都不要緊 我信就可以了 就是停留在頭腦上的信 但是這個信 應該是一樣的 譬如說我好愛那個人 好愛那個人應該有行動 就是感覺表達到行動出來 信心都是我信他的時候 我信靠他 我應該延續出來的一件事 是有行為的 就不是說我信到好像兩件事一樣 其實是一件事 是 如果你這樣說的時候 信心和行為的關係 用甚麼來形容 那個關係是甚麼呢 你先有說的意思 有說的意思 但你用一個詞語 其實很多時候神愛是甚麼呢 將那樣的關係 用一個詞語表達出來 讓你知道 行為一個果子 行為一個果子 即是說有信心 就會有行為表現出來 然後你先用一個比喻 我愛那個人 我愛那個人 我會有行動 去關心他 即是說 有些質素 愛心 是會有一種表現出來的 同樣呢 信心 是會有一種表現 這個 這個就是 將它表達出來 就是 信心 或者愛心 是會有表現出來的 如果它沒有表現出來 就是它有問題 大家明白到這個意思 其實 為何要有神學呢 神學不一定要去神學院讀 神學是 我們其實裡面 將聖經裡面的觀念 能夠找出它的規則是甚麼 它的原則是甚麼 它跟從的規則是甚麼 我能夠明白到 咦 它這樣說是有問題 即是說 信心就會有那個表現出來 愛心就會有那個表現出來 而它信心 它沒有表現的時候 其實它說 你將你沒有行為的信心給我看 其實有個甚麼意思呢 其實有個甚麼意思呢 有個甚麼行為在這裏 即是你沒有行為 我也不知道你信 即是你的行為 沒有表現的時候 可以是有問題的 即是想對方反思一下 到底你是不是真的有信 而真的有信的人 他就會有這種改變 OK 我們明白了 即是兩樣的觀念 信心是一定會有表現的 那個表現就證明 那個表現也是果子 就證明它有這個信心 OK 好 它就用了一些實際例子 先走的 第十四節那裏 它說 有人說有信心沒有行為 有甚麼益處呢 它這裏用一個 那裏用一個益處呢 即是後面就說到有弟兄姊妹 沒有衣服 沒有食物 沒有食物 然後你說平平安一去 算是亂吃得飽 又不給她吃 不給她需要用的東西 有甚麼益處 那這裏是 它的益處 它是否講到得救的問題 因為講到甚麼呢 大家去想一想 即是有時聖經講 是講到得救的問題 而這裏… 也有關事 因為它只是得把口 是的 那它得把口 它只是沒有想到那個人實際的需要 那它沒有想到實際的需要 即是它沒有用切實真實的愛心去對這個人 那它沒有真實的愛心對這個人 那別人就叛到別人 我們就… 我們做基督徒都知道 你回家吧 即是這樣的意思 那樣它沒有看到 我們身上有耶穌基督的愛 是 即是沒有… 人家看不到 是的 其實這裏它是用一個實際 而不是首先講到救恩先的 實際就是說 那你說是信 但你又沒有行為有甚麼… 你又沒有利用 有甚麼… 有甚麼改變呢 對人有甚麼好處呢 是沒有的 即是說它只是口射沒有實際做到行動 OK 即是讓我們看到原來信心有行為 亦有一種實際的對人的幫助、對人的益處 然後他就下一步 這樣的時候信心沒有行為就是死的 即是信心沒有那個表現 信心沒有那個表現 即是後面那裡有說的表現 你有信心我有行為 你將你的沒有行為的信心給我看 以後我就將我的行為給你看到信心 所以說到信心沒有行為就是死的 其實有兩點 第一點就是有沒有益處 沒有益處的時候那樣東西都是死的 即是沒有用的 在神眼中是死的 所以又會牽涉到救恩的問題 即是真信耶穌是會有益處 對人看到人有益處 也會在他 即是看到他的信心是真的 是活的 我是有改意的 其實我都是用不同的字眼來活的 用一個字眼就是活的 為何這些字眼重要呢 要用一個具體能夠明白的觀念來幫我們明白 明白了之後有什麼好處呢 人家將來講一些觀念的時候 是對的我們馬上分辨到 它是錯的我們就分辨到 用活的 譬如簡單 一粒種子是活的就會怎樣 有生命 就會怎樣 生根發芽 是的 會生根發芽 嬰兒是有生命的 又會怎樣 生長 會生長 即是說它是活著它就自然有表現 它就用這個東西 它不是死的 是生的 好 然後第十九節 它說 你信神之一位 你信得不錯 鬼摩也信 卻是賤經 我們先回到前面 前面那段 神的屬性是什麼 我們看到神的什麼聖情 這裡沒有明顯說出來的 但是我們 是一定有神的屬性 這個經文才有意思的 其實所有經文都是 如果沒有神 那些經文是沒有意思的 有憐憫有愛 因為當時看見人的赤身露體 沒得吃 那你去給他 這是一個愛和憐憫的表現 那就是神有憐憐 是的 沒錯 神是有憐憐的 所以他會憐憐人 他會幫助需要的人 那 而說到信心那方面 神的屬性是什麼呢 我們想到信心可以這樣想的 當有人領受耶穌的恩典 他好像開通了 跟神的關係開通了 開通了之後 在這個經文所說 有信心就是怎樣呢 有信心就是有行為 也都其實 他用死字 即是怎樣呢 是活的 那就是說 神的屬性是什麼呢 是活神 沒錯 他是有生命的 他有生命 於是你一信他 其實信都是神的工作 信心是神所賜 是死在罪我過範的時候 神我們活過內 那麼 神活的生命 就在他裡面活出來 他活出來就會有行為 當然 大家看到我這個過程 將來你找到聖經 有些沒有直接說神的屬性 你都找到 這個屬性是很好的 我用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用一個簡單的例子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錯謀的教導 譬如人家壞就罵到他死了 譬如這個錯謀的教導 當人信了這個教導 有什麼後果呢 就會罵人 就會罵人 而很多人不自覺信了這個信念 但是信耶穌呢 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神的活著性情 他的生命就會在他裡面彰顯出來 那他就會怎樣 寬恕 是的 他會寬恕 他會憐憫 他會改變 就是神有這種改變人的能力 因為他裡面就是生命 他裡面有一種活著的動力 是祝福人的 所以神的屬性就是 他是有生命 他是祝福人的 他是憐憫人的 所以當人有這個信心的時候 跟他一開通了 信心就跟神開通了這條路 那神的生命就在他裡面 他就會開始有行為的表現 當我們明白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分到 什麼人是得救 什麼人是不得救 雖然有些人比較 很marginal 邊緣 我們都不太知道 不過有些很明顯 看到他很明顯 生命改變 我們知道他一定得救 而有些很明顯 很極端 譬如他又犯奸人 又離婚 完全不覺得錯 他只是一路壞人 對方錯 那你就會說 他說信耶穌 到底他是信什麼 為什麼他一路 只是罵對方不好 而他自己又沒有想自己的不好 那我們就看到他生命的問題 當我們明白 神的屬性 就是這麼美善 也都給我們有什麼動力 如果我們知道神的屬性 這麼美好 給我們有什麼動力 去做什麼 全福音 全福音 他聽不到這句 祝福人 對 祝福人 其實這是個表現 當我們知道神的屬性 我們首先 神的聖情是這麼好的 祂是活著的 祂有這些美善的 我們首先是什麼 黏著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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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祂整天改變我們 我們就會有這種生命的改變 所以其實有很多人的問題 他如果肯每天都用長一點時間 親近神 給神改變他的思想 他已經會開始改變了 我們大家都會留意到 當我們不開心 煩惱 當我們親近神 那些煩惱是會減少了的 越親近神 就越放手 就越不想煩惱 所以我們知道 由這個經文 我們看到這個神的屬性 希望大家會不會 你現在看聖經 會不會都看完 找到神的屬性 會不會 有沒有 找不找到 難不難 其實你可以這樣想的 人能這樣做 神都有什麼屬性 它有什麼質素 所以人做得到 人會這樣改變 因為神有什麼質素 神要我們這樣改 他自己又是怎樣的 神要我們做的 他本身又沒有 神不想我們做的 他本身都是沒有 這樣我們來明白 簡單一點 就不要想到很複雜很複雜 OK 我們看這裏 十九二十節 你信神只有一位 你信你不錯 唯摩也信 他是賤經 虛浮的人 你願意知道 會有行為的信心 是四經摩 這裏說到一件事 就是 鬼魔都信 這種信是什麼 信心呢 鬼魔都信 是沒有關係的 是沒有關係的 他是信什麼 他是信什麼 他信什麼 他信他有能力 他信神是存在的 但是他不肯和他有關係 這樣的時候 這種信就是 戰經的 他不得救的 魔鬼是不得救的 有沒有人有這樣的信心 還有有沒有人有這種觀念 在你接觸的基督徒 有沒有人有這種觀念 我信便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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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耶穌 我可以去到天堂 有沒有這些接觸感的人 有些人是這樣說的 是 我信便可以 有些人說 我不去教他 我信便可以 這樣 這個很明顯就是 他沒有這個觀念 所以我們可以跟他查這個經文 也都可以給他看神的屬性 因為神的屬性就是 他能夠改變人生命的 他本身有生命的 他有良善的 老師嗎 是 你說吧 你說吧 我說 如果你這樣跟他查 好像在責怪他 說他是鬼魔 不是很得罪人 我們不是說他鬼魔 而是問他鬼魔是怎樣 我們不說他 是人是怎樣 是鬼魔之爭 那是有些人 我們不說你 有些人 是怎樣信耶穌法 問題在哪裏 我們怎樣可以有這種 真生命 我怎樣有這個真的生命 我怎樣有這個真的生命 那你怎樣回答 我怎樣有這個真的生命 你怎樣回答 我怎樣有這個真的生命 我們怎樣有這個真的生命 活出基督的果子、果效是如何改變呢? 親近祂 首先是信靠先的 我相信神是美善、美好的、有能力、真實的 由我親近祂,祂的美善就會來到我身上 親近祂屬於靈那方面 由思想都要過 思想如何改變呢? 思想是查經 由應容 聖經說什麼就是應容 人是需要全面性的 需要思想和靈 靈是跟神相通 思想是給神改變 人就會有生命的改變 大家有沒有發現裡面有一種動力去令我們改變? 有沒有發現動力? 你發現動力是越來越強? 還是差不多? 越來越強的 有什麼因素令你的生命越來越強? 對 當你黏著神 和他有關係是每一天見立 你又順復他的說話 那時候裡面那個動力就會大 但是越不順復的時候就會退 對 這個是非常好的 神職 神職是有幫助的 神職是有幫助的 神職是加強我們信心 知道神這麼美好 是讓我們看到神的美好 但是始終最後都是要這個人的裡面有什麼發生 看到神職是否一定改變呢? 他需要裡面有什麼發生呢? 對於神職的那個 對於神職的那個 他看到神職 神的話語 他一定要 哇!神這麼好 即是他有一種回應 即是他不只是說 我看到神職 神很厲害 我看到神這麼好 我會回應他 我會聽他話 我會感激他 這樣人的生活改變 有沒有見過那些人經歷神職 而沒有什麼改變的? 有啊!實際很多 所以神職不是… 神職是維持一陣 他們過後了 下次見不到之後 他們就會去回他們原本的生命 神職 有些人的神職是一陣 但有些人是很長久的 聖經有誰人的例子 每次他一個神職馬上改變了 寶羅 寶羅 一次神職 他經常說這個神職 你聽我說 我1998年的經歷 對我很大的震撼 為什麼寶羅 和我 和有這麼多人 都會繼續被神去震撼呢? 因為繼續持續 你們自己持續在裡面 持續 但在那件事發生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發生 在我裡面發生了 所以我以後會跟從 即是你發言神這麼好 發言神這麼好 那我就怎樣 那我就回應 是的 回應就是個字 就回應了 就好像彼得 他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職子 就是他一個對神耶穌的回應 他很深切的回應 原來一個人越深切的回應 他的生命以後改變就會大 他的回應是 即是有些沒什麼回應的 我試過那時候 有個人 我們每個人都經歷 他聽很多我們的分享 我問他 你的經歷對我什麼意思? 他說的答案真是好解釋 那就跌倒地下了 就是這樣 對於他來說 他完全沒有想到 神有這麼大的能力 和這麼大的能力在你身上 和你可以經歷到什麼的經歷 是讓你看到神是怎樣 這樣的時候 他就會對神的回應 那我想問大家 你對於神的作為 有沒有回應 神的恩典 神的作為 有沒有回應 在他裡面 我也都用另一個說話來講 就是靈的經歷 進入我們的魂 進入我們的思想 因為經歷聖靈 進入我們的思想 明白到神的作為 於是我們就有個回應 這樣的時候 生命就會改變了 沒有改變的人 基本上就是 有個神是怎樣 我不會這樣想 其實我初選的時候 未經歷聖靈充滿 有經歷聖靈 有經歷神的喜樂 但我就說 有神 有天堂 將來去到天堂 真的有神 我就很歡喜了 我對於有神 我已經很歡喜了 但有些人對於有神 都沒有什麼反應 我希望大家對於神 是很有反應 好了 我們一起祈禱 請個堅寶多謝 讚美你 感謝你 因為你是活著的神 我們看到你的屬性 你是活著的 你是有生命力的 所以當人跟你相連的時候 你的生命力就來到我們 就推動我們改變 你有憐憫的心 愛人的心 所以這個生命來到 我們就會開始關心人 憐憫人 祝福人 求主幫助我們 整個生命都毀身 走你的路 跟從你看到你的美事 我們就回應 我們所經歷的神的作為 我們就回應你 我們就感謝你 我們就歡喜你 我們就說 神有你真好 我們就聽你的話 我走你的路 感謝天父 求你幫我們每一個人 都對神的話語 神的作為有回應 能夠被神你改變 多謝天父 我們就支持你 我走你的路 每一個人都給我 收費